佛光照大地 伐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艺成 我是彭爱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今天呢就是除夕夜了 很多人都在围炉 新闻首先呢我们迫不及待 带大家前往到佛光山来看 大慈育幼院他们集体创作新年的花车 日前呢进行了洒进的仪式 透过院生们的创意 我们带您来看他们传递的祝福 大慈育幼院换新庄 日前与花车共同举行洒进仪式 六部全新的三好嘉宁花花车 一字排开相当华丽壮观 即将在春节期间 于佛光山巡回亮相 花车每个部分都极尽巧思 从造型到彩绘 展现大慈师生的集体创作精神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 昨天他们赶到将近十一点 很抱歉那个佛还没有完全完成 但是有样子出来了 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些 都是我们佛光 那个儿童做的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信徒 来帮忙插花 还有陈先生有没有在这里 陈先生帮忙彩绘 我就是佛光山巡回 彩绘就是跟他上面去搭配 每一台的主题都不一样 今年的花车还新增了旋转摆动功能 四十多年来每年协助制作的义工 看着花车一路从以前的手推车 到如今的电动花车 来这里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一台汽车刚才你做 用三个时钟到这几年了 用三个 用电动车 就是今年其实会动的花灯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这些花灯都要放在车子上面 在供电上面光是供电就已经要让 想尽办法让这个电力是能够稳定提供的 那再来就是车子是开动是移动的 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稳定里面 这个可以摇动的这个机械原理 其实是蛮困难的 吉祥 平常有教他们一些纯粹美术的 一些美学的观念 今天看一些学生所做的作品 感觉都成长很多都很多的进步 疫情影响佛光山 许多活动都暂停 但移动式花车秉持多年来传统 注重防疫同时 也希望给来山游客感受到新春喜气 同时这也是大慈怨声 每年回报大众的一次 成果展现 人间卫视五拥取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